表面人畜无害的英俊上司 背地里却是个病态腹黑男 他得了一种治不好的怪变 每天做春梦 梦里对下属徐奎英 为所欲为 为了现实能得到他 便设下重重圈套 得知奎英要结婚了 他急眼了 为了阻碍他们的感情 经常被上司留下来通宵干活 上司郑允健找到奎英的闺蜜 让闺蜜去勾引奎英的未婚夫 好让他们分手 自己便能上位 故意为闺蜜西岩带了一些零食给奎英 炫耀自己交往的新男人 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 说完西岩就去找奎英未婚夫 此时的奎英还在加班 不能陪男友活生日 加上外面狂风暴雨 使得心情更加不悦 不知何时上司走到身旁 突如其来的话语 吓得奎英一愣 今天下大雨 你先提前下班吧 听到下班二字 让奎英龙马精神 他拨打着男友的电话 里面没人接听 难道是睡着了 平日没见那么早睡 此时上司紧跟其后 电梯的两人尴尬的大眼瞪小眼 郑允健突然开口 想约奎英出去喝奶茶 奎英立马回绝 称自己还有事情 先走了 直到电梯快关闭时 他大声直言 徐奎英经理 祝你度过快乐的时光 奎英还在疑惑他今天很奇怪 他不顺路地来到蛋糕店 给未婚夫买蛋糕 回到家时 发现没接电话的男友 正忙着跟闺蜜干活 只听到满屋子的 不堪的话语和叫声 想起当年 未给父亲增光 选择跟他结的婚 他的出身优秀 还是一流大学毕业 无疑也是给自己添光 事实证明 凑合的爱情是行不通的 爽快了两次的丈夫 终于在客厅发现了奎英 他慌张地上前解释 不非上司对秘书强制爱 只应看女孩一眼 十年间每天在梦里 只能靠药物治疗 为了彻底解除病根 他找到女孩所在的公司 便当上他的上司 设计让女孩未婚夫出轨 自己则是趁虚而入 正好并立马抛弃女孩 殊不知之越之越上头 这天如愿地让奎英 看到未婚夫的出轨现场 渣男急忙套上裤子 厚脸皮的求原谅 奎英只是淡淡地说句 做得很好 继续做吧 他追到门口 妄想着重归于后 奎英甩手就是一巴掌 再敢碰我一下 试试 你这狗东西 在雨中伤心地漫步 失望地把订婚戒扔去臭水沟 未婚夫出轨好闺蜜 被两个人同时背叛 像做梦一样不现实 他崩溃大哭 哭得眼睛红肿 都说分手后 会重回颜值巅峰 第二天上班 奎英打扮的光鲜亮丽 公司的同事都赞不绝口 被一旁的女同事发现 奎英状态不是很好 就算用化妆品遮盖 近看都能看出 同事调侃 该不会是和男朋友吵架了吧 说到痛楚的奎英一愣 男朋友 以前没太在意的称呼 现在让人起鸡皮疙瘩 奎英看着路过的上司 不知他是恩人还是仇人 昨天晚上 开始就奇奇怪怪 想起上司林斗时 说的那句话 祝你今晚有个愉快的夜晚 现在想想真是后怕 复黑霸总为了占有秘书 净花重金顾小姐勾引他男友 为了得到他便布下周密的计划 秘书和男友分手后 在会议室的角落哭泣 上司在办公室偷摸注视着他 看到手上一直戴的戒指不在了 便知道计划进行得很完美 他故意上前和秘书搭话 听说你打算明年结婚吗 他紧张得语无人次 因为不想透露出自己已经分手 惹来不必要的麻烦 得到沉默的答案后 上司当着办公室 所有人的面询问 听说奎英解除婚约了 他像是在跟所有人宣布 他只属于他一个人的 在座的各位都沉默不语 直到奎英坐在办公桌 周围人都凑上来询问 他躲都来不及 收拾好东西 一个人默默地离开 站在天台回望着一切 似乎已经释怀了 奎英来到餐厅 短发解释上司的妹妹 他一眼看出奎英低落的心情 是不是郑允健对你很刻薄 奎英淡淡地表示 自己解决婚约了 短发妹一把抱住 安慰到我就说 当初看她第一印象就不咋地 上天是在帮你 及时止损 此时郑允健又做梦多了 每次女主角都是同一个人 就是自己的下属 她猛地惊醒 汗水已经进尸衣服 她发信吸给私人医生 这个病每次需要药物治疗 多年却没好转 她为了彻底解除病根 开始谋局自己的下属 男友劈腿闺蜜 还有脸球复合 求何不成对她辱骂加暴力 此时闺蜜茶姐找到奎英 解释自己跟她才第一次而已 见奎英没给好脸色 看到男同事假装摔倒 误以为是奎英推的 同事不分青红皂白 徐经理虽然不知道发生什么 但是你怎么可以这样 女人应该互相帮助 你们差距怎么那么大 则则就因为这样才嫁不出去吧 奎英全身颤抖 闭嘴吧你们 她和我未婚夫搞在一起 但是只能委屈 又说不出 两人冷静来到咖啡厅 茶姐表示自己有原因了 而且哥个人的很痛苦 你又只知道工作 奎英不解 难道你们搞在一起是我的错 是的 希望你能理解 如果你再说 信不信我把咖啡泼你身上 晚上的公司聚餐 收到渣男的短信 还有电话的轰炸 我当挂了 看着对面的上司真爱眼 此时的她喝的微醺 上司目不准惊地看着她 赶紧让计划提前了 散场后 奎英一个人走在回家的路 碰到了前卫婚夫 上来就想让奎英跟自己重新开始 我承认是我的错误 只是个失误而已 奎英忍住怒 你和我闺蜜睡一起 你告诉我是失误 我会赎罪的 我们结婚吧 突然发狂 是她故意接近我的 是个男人都忍不住啊 而且你也没给我 奎英冷淡地表示 我们已经结束了 接受现实吧 她突然抓住奎英甩在地上 刚好上司到来 一脚将渣男踩在脚下 在上司拉起奎英时 渣男试图偷袭 却被上司不费吹灰之力打到她 趴在地上一动不动的 奎英让这英雄 用美帝长景谣的心动 前夫的无理纠缠 此时前夫却不偷袭 被上司不费吹灰之力打趴下 嘴里嘀咕奎奎英 我好痛 奎英就像小猫咪一样 躲在她身后不敢动态 来到场椅上 郑云坚用力敞开丝袜 奎英害羞地捏紧双手 她冷淡地表示 被刮伤会更疼的 奎英缓缓站起 一拐一瘸的 上司猛地将她抱起 看着眼前帅气又霸道的男人 或许在慢慢地心动 来到上司家中 她细心地拿出药箱 体贴地上药 看了一眼奎英 看着忍痛的表情 加上微醺的脸色 她不禁想到别的心思 才来到卫生间 看着憔悴的自己 感叹 居然不是别人 是上司看到我的素颜 她用热水冲洗着 想起前夫狼狈的场景 不甘心地哭了出来 肯定的她 不管发生什么事 都守护在我的身边 像家人一样 完事后 奎英穿着上司松跑的衣服走出来 郑云坚指了指科房 这是你以后的房间 安排好她便走去 奎英询问要去了 她冷漠地表示 和你在一个空间有点便宜 她是害怕会控制不住吧 郑云坚来到车库 点起一根烟 回忆着奎英那动摇的瞳孔 和微皱的额头 紧闭的嘴唇 缓缓解之皮 边想着她委屈的神情 一边在座男孩子都会做的事 看着人畜无害的上司 实则城府很深 作局把下属带回家吃干抹镜 因为多年前不小心 看见她洗刷刷 后来就在梦里和她 每天只能靠解药缓解 所以一开始就是有意接近的 此时死丫子嘴硬硬硬薄了 却说和她待着不自然 这天奎英感觉自己发烧了 正在全心投入工作的上司 接到妹妹的电话 哥 你现在过来一趟 我朋友生病了 之前来过我们家的奎英 此时奎英热得全身发烫 像是被火球包围了一样 上司轻抚了一下 他顺势将她抱起来 赶忙送去医院 上司抚摸着额头的温度 你刚刚是在做噩梦吗 奎英刚被男朋友和茶闺蜜背叛 突然袭来的孤独 让自己感到悲伤 无论是谁 都希望能抱住她 显然上司没有回到意 得知奎英醒来的闺蜜赶来 还好我哥在 不然我一个人搬不动 她躺在病床上 回想那晚大手的触感 应该不是做梦吧 第二天她赶来上班 她开心地和大家打招呼 同事们似乎对她避之不及 茶闺蜜还假惺惺地打招呼 她是上司调过来的新员工 今天开始还要每天和她共同工作 要不是法治社会早就想整死她了 同事都在传茶闺蜜和上司再谈恋爱 正要去找上司汇报工作的她 看见她衣衫不准地走出来 单纯地她落为上司的场中物 这也是上司蓄谋已警的 将她骗回家同居 愈发地纠缠不清 最后得知真相的奎英会是什么表情 这天茶闺蜜从上司办公室走出 她整理着被弄乱的衣衫 看见这一幕的奎英感受到心里受伤 她幻想着他们在里面做的事 紧皱眉头自己在想什么 茶闺蜜露出胜利者炫耀的表情 刚进来的奎英就被上司冷眼相待 因为上司将原本奎英策划的项目 转手交给茶闺蜜 她生气地紧握拳头 继续争取着 现在是重要时期 怎么能交给一个新员工 况且新来的得培训三个月吧 上司眼神变得锋利 我会自己看着办 你暂时辅助其他项目吧 奎英当然不接受 她皱起眉头坚持维权 我不接受 上司毫不犹豫地回答 我不需要你的接受 你可以出去了 拗不过的奎英只能离开 只见宫卫上的茶闺蜜暗自窃喜 奎英越发的愤怒 可又无能为力 来到卫生间冷静的她 又收到前男友的求和短信 称自己虽然出轨 但是不能结束婚约 奎英现在一无所有 出轨的未婚夫 被刺的闺蜜 工作上的打压 她不理解上司 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 晚上 郑云见郑和一个女孩亲了 急不可耐地要去房间里 这个触感很真实 郑云见猛地醒来 这是梦 困扰自己十年的梦 虽然做这种梦很正常 但是这不适合任何人 而是特定的人 十年来都是她 正是自己的下属 徐奎英 看着人处无害的伤口 设下重重陷阱 只为得到下属 因为她出现在自己梦里 十年 并且是有意识 有感觉的梦 像是饥渴的肉食动物 吃到肉饭 继续又继续 直到闹钟吵醒 汗水轻湿了头发 此时奎英正和上司 妹妹郑云熙逛街 失恋的她 只能靠买买买完结 郑云熙大手一挥 买了一堆大牌包包 送给奎英 她安慰着奎英 可奎英闭上眼 满脑都是金兮炎 她影响了自己的生活 看着努力地安慰 自己的郑云熙 她感慨一点也不像 不管是喜好还是性格 奎英一个人 落寞地走在路上 想起在办公室的 冷眼相待 她继续回到办公室加班 同时都在为她打抱不平 你是菩萨吗 换我早就诅咒她了 然后把资料全部删掉 奎英不会这样做 不然浪费了 她不舍得将心血 烤给金兮炎 安慰着自己 会好起来的 看着屏幕上的 你好的辞职心 不料上司偷偷来到身后 徐经理 你要辞职 突然出现的郑云剑下 奎英一跳 自己太累了 需要停职休息 她觉得已经给奎英 减轻工作量了 上司好心办坏事了 本以为 她性格不会挽留 奎英眼神回避 自己说过做打工人了 郑云剑双手抱胸 因为金兮炎和你未婚夫睡了 此话一出奎英全身发动 你居然知道 她大发雷霆 你知道 还让金兮炎坐我旁边 你讨厌我 讨厌到用这种方式折磨我 上司继续狡辩 我向她表白了 她凑到奎英耳边 让其利用自己 这是你徐奎英 以牙还牙最好的机会 并交腹黑的总裁想发展女儿 那个有意识的梦 困扰了她十年 便计划骗她回家吃干抹镜 本以为肠道滋味就不会复发 将她抛弃后越来越严重 虐欺一时爽 追欺火葬场 这天她终于跟奎英表白 我喜欢的人是你 不是把你当下属 而是女人 上司让奎英借此机会 向茶闺蜜附同 她将奎英按到椅子上 如果你前男友对你好 我只能在旁边看着 两人实质紧候着 奎英好奇地问 你和金兮炎睡了吗 因为那天看见她 衣衫不整地在你办公室走出来 郑云剑否认 怎么可能呢 其实总裁也不确定 她对奎英是不是好感 还是只想解决欲望 奎英听到上司 居然喜欢自己 真的震惊不已 几个月前连我名字都不记得 明明不想做抢别人男友的 恶恶去世 内心一直等待着 想和她在一起 又在意又纠结 她趴在桌子上 心想今年是水溺了吗 突然接到上司妹妹的电话 郑云西约奎英喝咖啡 奎英不知道突然发什么电 我想相亲 我要比前男友个子更高 更帅更有钱 郑云西狂笑不止 你终于想恋爱了 我倒是认识一个不错的 郑云剑 不料下一秒郑云剑走进来 奎英心虚手忙脚乱地挂电话 赴黑总裁的计划成功了 奎英主动陷入她的怀抱 前男友敢来看到这一名 心都要碎了 得逞的上司 会让这对狗男女消失 他看着正在换衣服的奎英 陷入沉思 他自尊心那么强遇到挫折 比一般人更能感到失落和空虚吧 这才能让他不得不依赖我 上司决定送她回家照料 没到家就搂着她的腰 将她拥入怀里 他克制住反应 回到家里 他像是非常熟悉奎英家的厨房 到了被热茶 悉心照料着 顺势靠着奎英 一个使劲让他靠着自己 奎英最近经历地狱般的事情 味道没有力气了 郑云剑轻抚着她 陷入沉思 如果让你知道 我为了得到你做了什么 你会不会恨我 奎英突然反应过来 已经很晚了 我觉得最好还是待在你身边 就这样两人共度一夜 第二天办公室 李志赫正在疯狂地打电话 想和奎英复合 刚好路过的郑云剑 瞬间挑起她的愤怒 她过分地理直气壮 让我很不爽 话说郑云剑和徐奎英 到底是什么关系 他们睡了 并教上司 为了得到下属不择手段 骗她住进自己家之后 开始实施她想要的 奎英病得走不动路 一回家的郑云剑 就关心地搀扶着 喉腾了扑进上司怀里 脸色羞红直勾勾地看着 你吃饭了吗 上司害怕擦枪走火 连忙回避 大概吃了点 她拉扯着领导 一把将奎英抱起 轻轻地放在床上 你先睡 我去洗个澡 因为一会 她就要酿酿酱酱 心里着急 有史以来洗得最快一寸 一上床 就从背后抱着睡着的奎英 奎英感觉到立马转头看着 郑云剑将她紧紧贴着自己 亲吻上去 两只手被上司使劲按住 没想到奎英主动开口 还想 要 完事之后 她立刻约惊喜言出来 她已经等候多时了 上车就偷瞄 不禁感叹 何时看着她都觉得很干净 她舔了舔嘴唇 你想要的实现了吗 郑云剑恶狠狠地叮了叮她 她捂了无嘴不好意思 你不喜欢没用的提问 点燃一根烟 郑云剑表示慢慢聊 金熙岩也愿意帮她 因为大家的目标一致 让奎英前男友消失 她就能升职 而上司也能如愿以偿地得到奎英 金熙岩不懂就问 为了徐奎英知道吗 郑云剑声音变得低沉 实不值得我说了算 不过徐奎英知道 绝对不会放过你 她现在受打击 脑子不清醒 你应该比我更清楚 她不是那么好货吗 她脸色阴森森的 管好你的嘴就行 看着人畜无害的上司 实则城府很深 花钱雇女孩闺蜜 做小三 只为名正言慎的战友女孩 奎英累到醒来之后 房间空无一人 只看见上司给她准备的衣服 回想起昨晚上司 对自己连说三个对不起 像是后知后觉一般的行动 她内心很混乱 还是在害怕 一系列举动 让奎英不得不怀疑 来到窗边回味着 她的呼吸和温度 清醒之后 像往常那样回家 上司也不禁感叹 和奎英的情势 就像某种似的 从单纯的解决生理需求来干 确实是非常完美的一夜 她淡定了喝口茶 应该没有任何破诊 突然停下来 问题是太过于完美和顺利了 好不容易费老竟能和她住一起 她还是回了自己家 她扯了扯领埋 反正我会让她有需要 是主动来找我 简直一如反者 上司突然感觉到浑身燥肉 哈 那天晚上的事 总在我脑海挥之不去呢 帅气多精又变态的上司 得到念了十年的秘书之后 那画面在脑海挥之不去 连休闲喝咖啡都在想着她 本以为得到了她 就能和她同居 没想到奎英还是回了自己家 在短信里 奎英也没有给出答案 上司使劲拉扯着领带 脸色逐渐不耐烦 反正有的办法让她主动来找 简直一如反常 她咽了咽口水 那天晚上之后 总是念着奎英的声音 另一边奎英在茶水间喝水 闺蜜顺提一嘴 那个金锡炎被开除了 这让奎英目瞪口呆 不敢相信 她不是上司的正派女友吗 奎英愣神正在思考着什么 她返回公位上 看向金锡炎的公位 简直是太突然了 转头看去办公室 才想起难道是和正音剑有关系 她拿起手机翻找着正音剑的号码 仔细想想还是放弃了 她得出去拖拖气了 调整好心情 毕竟今天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正等待着电梯 没想到一开门就是正音剑 奎英被吓得直哆嗦 上司忍不住问她去哪 她把脸转过去 没想搭话 两人就尴尬地站着 不一回正音剑双手插多地走开 让奎英一回过来办公室一趟 几个小时后 她暗示地来到上司办公室 一个不小心来到脚 正好上司在旁边 将她壁咚在墙上 一个强吻中 奎英和上司打了一晚上扑克 却没有给出准确的答案 上司有的是办法让她主动来 正当奎英赶来办公室汇报工作 被上司递动在墙上 一个强吻 让奎英无可奈何 她越挣扎就越使劲 她一把将奎英扛起 奎英害怕地求她放下来 上司把她放到窗台上 她担心跪下为奎英按摩脚活 上司那深情的眼神 让奎英拒绝不忍 她主动地吻上去 正云剑没想到这么快上钩了 两人寒情默默地对视着 她娇低地叫了声组长 她露出一位深长的一行 奎英也知道 如果自己挣扎推开她 她也绝对不会 强迫自己做那种事 上司的手搭在奎英的大腿上 搜得将裙子提起来 奎英任由她 因为郁闷因为孤独 不想想那些造心事 而内容于扑克 她感觉很不错 现在再也找不到拒绝她们 上司扯了车领带 我想要 此时办公室门外的同事 正寻找奎英 奎英下的汗流加本 可正进行一笔 上司清醒过来 她觉得不管怎么样 在这不行 其他地方就可以 可奎英就不愿意 上司越隐忍 奎英反而更想这么做 上司见她不介意 变一个使劲 奎英却受不了了 上司满脸羞 上司你不是喜欢到哭了吗 和上司在办公室谈情说爱 正到暧昧气氛达到顶峰 上司却隐忍住了 眼见秘书不拒绝 一个使劲 让奎英害羞到不敢对视 男人捏住她漂亮的脸带 让她看着自己 一脸楚楚可怜的样子 让郑云健更想折磨 一个揪咪的吻上去 奎英只能顺从了 任由她 一小时后 奎英捡起掉下的工作牌 上司也让她出去了 奎英的主动超乎她想象 哪怕是短暂的关系 她也不会拒绝她的 仅仅是在自己玩腻之前 她回味着嘴表的吻 在百叶窗里偷看着奎英的身影 让自己尽管享受就舍 郑云健只是将奎英 当成解决梦魇的玩物 此时回到办公桌的奎英 完全没注意到自己的丝袜破 还是闺蜜好心提醒 此时她已经满脸羞红了 都是刚当太暴力了 她来到厕所 看着自己红得发烫的脸颊 身体像是被大火燃烧板 奎英和上司在办公室打扑克 完事后丝袜被出货 被同事看见的她已经满脸羞红 第二天她刚来到公司 又被上司叫去办公室 说是有个项目可以进行下一步 刚进来就连忙道歉昨天的冲动 在公司不该做那种事 上司直勾勾地看着 你哭了 奎英揉搓着眼睛 称只是对雾霾有点过敏 上司穿上西装外套 让奎英跟自己一起出外勤 两人尴尬地站在电梯一动不动 奎英目不转睛地盯着她 正以为上司有什么坏心思 被上司察觉 你要是有什么好奇 为什么不问 我要是带你做坏事 你怎么办 奎英转过头轻声里难 你不会的 上司眼角瞥向她 扑刺一笑 你好像太信任我了 奎英心里咯噔一下 来到餐厅 点了一桌炮台 上司招呼了呼 吃吧 随便吃 见奎英加了一块肉 上司忍不住说奎英 你吃东西似乎很挑剔 奎英疑惑 难道出来外勤 就是单纯地吃个饭吗 上司看她一副快死的样子 才决定带她来这吃大餐 另外还有别的话和奎英说 只见她用力地扯了车领带 奎英手机刚好来一条信息 正要看看 被上司阻止 再次使劲地拉着领带 随后脱头而出 和我恋爱吧 帅气变态的上司 强迫奎英和自己交往 只因她想和下属做很多事 比如 在茶水间会议室厕所打播客 听到这个要求 她不紧不慢地擦拭着嘴巴 上司眼神变得越发犀利 拍了下桌子 快点回答我 奎英表示 这不是工作时间 把我叫出来该说的事 她不耐烦地使劲挠头 看你太累了 所以叫你出来休息啊 她害怕地攥紧裙子 可和上司面对面坐着 精神感到更加疲惫 只见上司步步紧低 一个使劲将奎英的手握起 感觉只要稍微用力就会断 奎英用力水拍她的手 我怀疑你 怀疑你是否值得我相信和依赖 难不成你觉得我是个没有私心 只知道散发好意的员工吗 上司上手抚摸着奎英的头发 和我恋爱 此时奎英已经满脸羞红 再次果断地拒绝了 上司不明白为什么 说什么你都不相信 她捏起奎英的下巴 你和正常恋爱关系之外的人 也能打扑克 她越凑越近 我有很多事想你做 在不同的地方打扑克 奎英连忙辟谣自己是个保守的人 那天只是个意外 她甩开上司 因为自己没办法卸下心房和你接近 显然上司不满意这个答案 自从奎英被前男友劈腿后 面对上司的求爱越发的恐惧 上司不明白为何说什么都不行 而奎英觉得上司身上 有很多学习的地方 可是这不代表必须和你恋爱 而自己是个无趣的人 上司扑次一想 我最近觉得你很有趣 上司转身就离开 让奎英好好考虑 回到办公室的奎英 手机一直不断地来电 被未知来电轰炸 这一切杰作居然是上司操控者 操作完后 上司在窗户偷窥着奎英的一举一动 和他的计划一样 想必奎英现在感到很痛快 用不了多久 他就会来到我身边了 直到下班了 奎英的手机还在响 他真的要头疼了 郑云健的表白 让他心里太可应了 到家门口走廊一片漆黑 听到身后有人跟踪 忙手忙脚地摁着密码 好不容易回到家没等松口气 转头看去门外 一个蒙面人站着一动不动 听到刀在墙上摩擦 他捂住嘴巴不敢出声 手机一直在响 男人突然抱粗口 我知道你在里面 他不停地用力踢着房门 奎英反应过来想要报警 听到男人一直喊着奎英的名字 奎英不可置信 他居然知道我的名字 奎英全身哆嗦 拿起手机 男人已经拿着电钻破门而入 他拨打着上司的电话 郑云健听到他带着哭腔支支吾吾的 奎英请求上司过来一趟 门外有歹徒 自己手机一直不停地来等信 报不了解 只能打电影 奎英每次遇到危险 上司都能及时出现 只因一切都是上司 为了得到他谋划的局 奎英害怕地躲在厕所角落 上司赶来那一刻像是旧书 就这样成功地让奎英住进他家 此时的他还没走出惊吓 蜷缩在沙发上是哆嗦 上司让他回去房间床上睡 可奎英感觉这样更有安全感 他止不住地颤抖 回想刚刚的事情 却什么也不想记得 只知道郑云健想旧书一样 伸来温暖的时候 不一会上司抱他回到房间 贴心地盖上被子 安慰着奎英不要害怕 上司皱了皱毛头 你这样让我很担心 上手轻扶着他 奎英静静地闭上眼睛 瞇了一会儿 许久后睁眼看见上司 躺在旁边玩弄着平板 察觉到的上司让他继续躺着 奎英缓缓坐了起来 上司略带点生气 你再不听话我就要骂人了 说着将他按压住 只见郑云健半躺着 只勾勾地看着奎英 比起电热毯还是温水床更好吗 奎英疑惑 郑云健继续说道 他买了加湿器 还有空气清新剂 奎英听出他打算让自己长住 他连忙起身 让他不用这样的 过了这周末就回家了 只见他用力地皱起眉头 你还要回去 那个危险的地方 星际上司 想方设法想和美女下属同居 故人砸他的门制造危险 控制奎英的手机 只能打他的电话 所以这就是奎英 一遇到危险都能感到 这天如愿地 跟他躺一张床上 上司已经提前 买好他需要的东西 奎英并没有长住地打算 这周末就回去那个家了 上司一脸不满 握起手就打两掌 这么细的手腕一掰就断了 听我的 就在这柱下巴 一把将奎英搂紧 一直围绕在奎英周围的寒气 瞬间消失了 没有抗拒和他接触 明明知道不能这么做 上司感觉奎英一直发抖 就将被子盖在他身上 只是抱着你 别抖得像要吃你了一样 他突然凑到奎英耳边 呼吸的气息打在脸上 让他脸红心跳 上司一个揪咪的吻上去 这么听话 真可爱 将他搂得紧紧的 奎英也慢慢感受着他的温度 第二天 上司故意刺激奎英的死对头 让眼镜男的火力 发泄在奎英身上 此时的奎英正在找房子 突然一个电话打来 对方表示自己也是有女儿的人 听说了奎英的事 特地拜托保安查监控了 奎英顿感后背发凉 监控显示一个 穿着西装的高个子男人 在门口走来走去 这身影咋看这么像伤 心机的上司 为了得到美女下属 不择手段一次次算计 正好监控查到有个西装男 每天在他家转眼 突然死对头就一个杯子砸来 眼镜男怒骂着奎英 是不是你向上司告状 眼看奎英一脸猛 你看看 还装活动吗 他指着奎英鼻子骂 明明就是您 得到上司的宠爱就目中无人 从你进公司 我就不喜欢你 一个臭娘难 奎英被吓得连连后腿 让眼镜男注意分寸 表明自己听得很不舒服 眼镜男还迭迭不休 你以为有正名剑长腰 公司就是你的家 你和他睡了吧 此话一出 奎英立马红温 他警告眼镜男 再说的话 我可以告你性骚扰 他变得越来发狂 告我 向郑云剑那王八蛋告状 话音刚落 郑云剑就来到他身后 他被吓得腿软 把吃软 怕硬展现得淋漓尽致 郑云剑一脸暗沉 冰冷的语气警告他 你口中的王八蛋来了 他全身僵硬 嘴巴颤抖 郑云剑拍了拍奎英 让他先到办公室待着 自己来收拾他 再一次让奎英觉得他英雄救命 殊不知一切都是算计 一切都是上司部的局 让奎英身陷危险 他却装着老好人安慰着 要是有人惹你哭 我就把那个人弄死 顺势牵起他的手 奎英委屈地让上司轰轰自己 上司让他坐在自己大腿上 要我等坐呢 询问还记得第一次睡在一起那晚 他那不自觉的手在奎英腿上游躲 晚上一起吃饭吧 奎英连忙找理由拒绝了 云自己要加班呢 上司在身后一脸邪恶 我是你的上司 他亲了亲奎英的额头 再吻了上去 奎英并没有拒绝 而是任由他 感受着男人的怀抱如此的温暖 突然冷静下来 这里是公司 每天在办公室又啃又咬的 要是有人进来怎么办 上司加大力度下的奎英一哆嗦 上司吃力地表示 没有我的允许谁会开门呢 半小时后就是企划会议了 上司就要抓紧时间了 毕竟只有半小时了 奎英感觉自己的嘴唇都肿了 脸上妆都花了 不想参加一回的会议 上司揉捏着奎英的下巴 那就说是上司把你骂过 上司那虚假的温暖感动了奎英 无论上司怎么做 他都无法拒绝 正当恢复一些理性回去工作 就被上司抬起下巴 你不知道现在正受到上司的惩罚吗 就你这笨脑子还能工作吗 上司再次吻上去 一间传来他的香味 让奎英感到很安心 袭来的感觉就像红水一般 身体和心灵都被动摇 半小时后开会 上司看着努力工作的奎英要走什么 他比自己想象的要固执更加忍耐 到底要把他逼到什么地步 他才会投降 直觉告诉自己 已经离得不远了 他扑刺一笑 回想起以前没日没夜的用药物压制 明明只是想把他当作玩具盒子里的手办一样 收藏爱好而已 至少开始实施这样的 渐渐地越来越爱他 从来没想过和厌恶的上司同居了 穿着他的衣服 躺在他的怀里 经历过种种事情 发现待在他身边让自己感到安逸 突然电话打来 是父亲又给他安排相亲对象 他的控制真的让人无法呼吸了 此时上司正坐在沙发看报纸 抬眼就看见奎英正要出门 可今天是休息天了 奎英支支吾吾找了个借口 上司点点头是一批准了 奎英还在犹豫要不要告诉他呢 最后还是什么没说 看似不在意的上司 实则他的举动都被监视着 奎英按照地址来到目的地 一个打扮清秀的男人走来 两人初次见面也很聊得来 看见男人的烟 就想起那天晚上和上司的点滴 没想到和别的男人相亲 脑海都是上司 晚上他一个人来到酒吧 相亲完事后父亲就打来电话 说那男人很美 打算省畏订婚 直接结婚吧 奎英还不想结婚 可为了母亲的医药费 他就尽量什么都听父亲了 他大口大口地喝着烈酒 正好上司打来电话 询问着奎英在哪里 奎英正要准备回家 男人就质问奎英要回哪里 冰冷的语气下的奎英一击灵 表示自己想回到能完全休息的地方 回你家 听到满意的答案便准备挂电话 最后还表示超级想 占有欲极强的病娇上司 一直监控着女孩的行踪 眼见奎英打扮如此漂亮出门 心里不放心地看了看手机 居然在某酒店一直待到晚上 看来相亲的很投缘了 忍不住打电话催促女孩 听到奎英坚定地回自己家 他笑得合不拢嘴 这句话让正应见心跳加速 仿佛是一直在等他说出这句话 不久后他回到家 看见门口摆放着奎英的鞋子 看来他比自己先一步的 他脱掉外套 手机传来短信铃声 是奎英和相亲对象的聊天过程 上司都在实时监控着 奎英一点隐私都没有 看到奎英还预留见面的机会 瞬间惹怒了郑云健 找到正在阳台吹风的奎英 奎英享受着这晚风 第一次看到这么放松的他 而平时在郑云健面前紧张到僵硬 可不管是怎么样的他 都不会让郑云健失去兴趣 只见郑云健拉扯着领带走来 一下子就蒙住奎英双眼 使劲地绑住 今天想把他逼上绝路 奎英害怕地呼喊着是不是组长 郑云健猛地将奎英扛起 接下来的懂得都懂 只因女孩和别的男人见面 瞬间激发病交上司的战友欲 强制就要和他捆绑 奎英无力挣扎 郑云健先是打开空调 再打开收音机播放的交响曲 刺耳的小提琴声让奎英瑟瑟发抖 而郑云健听着他发抖的声音越发的兴奋 他拿出皮带将双手困住 奎英苦苦哀求着让他放开 上司嗅到他身上的烟味 看来你和抽烟的人待在一起 回答我 我不想问第二遍 认为奎英是玩的欲擒故作 越来越有意思了 可郑云健明明知道 这不是奎英主动想去的 而是父亲逼迫了 可就是这么烦躁 奎英全身哆嗦地听不进去任何话 只是一直在询问是不是组长 真的超级害怕 郑云健不懂 为何就那么怕其他男人 奎英没有正面回答 而是让他放开自己 郑云健可不认为他想放开 如果真的想要 那就这样 女孩本以为可以在上司身上获取自由 没想到他才是控制自己的罪魁祸首 有受虐倾向的奎英 默许上司任何行为 双手考着让奎英没有安全感 上司一塌帮他解开了 他面红耳势 虽然眼君被蒙住 但是知道郑云健就在面前看着 奎英听话的照做任何事 含着郑云健的老二 两人来到浴室 得洗得干净先 看见手腕的红印 回想郑云健呼喊自己时 是那么的温柔那么温暖 甚至还想让上司喊自己的名字 奎英主动让上司吻自己 男人被挑起兴趣 只是吻了 他支支吾吾地表示想要梦 上司当然求之不得 自己辛苦过去终于等到 不过已经开始了 就算你拒绝了 也不能停下来 疯狂过后回归平静 上司知道奎英彻底爱上自己 可在上司心里 爱是什么 充满欲望 解决欲望 为了解决欲望用尽手段 现在为了奎英这个目标 一开始以那种为目的 他先逐渐地开始在意这个女孩 上司对女孩只有充满欲望 利用他解决欲望 现在女孩却爱上了上司 傻傻地陷入这陷阱 上司也没正视自己的情感 就感觉越来越在意奎英 大战醒来的奎英 抚摸着郑云剑的脸蛋 奇怪明明拥有她 却还感到岌岌可危 装睡的男人一把将她搂过来 折磨郑云剑多年的病痛 再紧紧抱着奎英时才不会复发 此时奎英的前男友要找出轨对象 毕竟一切都是由她开始的 金熙岩不再是光鲜亮丽 变得如此憔悴 在咖啡店当起咖啡店员 男人愤怒地怒骂金熙岩 都是因为你才变成这样 碍于店里有客人 两人出去聊 男人拿出短信质问怎么个事 他不就是企业的高管吗 有什么了不起 金熙岩解释着郑云剑是崔明珠社长的亲儿子 居然是财法少年 这让前男友害怕得哆嗦 甚至你们的感情破碎不是那么单纯 前男友没想到他全都知道 一切都是金熙岩故意管他喝酒 然后滚床单 一切都是有序谋的 不然金熙岩不会看上他的 前男友后悔痛哭 话说自己不知道为什么会被郑云剑摆 金熙岩让他拿来手机 虽然对付不了郑云剑 至少可以妨碍他一下 郑云剑有一件有趣的事 你想不想听 并交上司的计划马上就要被揭穿了 要哭成狗追欺火葬场了 自从得到了奎英之后 暂时缓解了疼痛 最近也不知道怎个事 许久未出现了头痛 再次像海啸一般醒来 甚至出现幻觉 将医生看成奎英了 他敢帮帅门离开 此时奎英被前男友找到 上来就讽刺奎英 你自以为聪明很有能力是吧 奎英被吓得连连后退 请放开 不然报警抓你离开 前男友质问 是郑云剑让你这么做的吧 你以为你掌握全局是吧 真蠢 奎英气愤地看着他 我不能听信他的鬼话 称自己不想解释 因为对你没有感情吗 如果你在纠缠的话 郑云剑不知道会对我做出什么 会因为你就被赶出吗 前男友一个使劲拉扯奎英 表示反正你和我还有金熙岩 都是他的妻子 你倒是得到他的心爱了 奎英让前男友闭嘴 前男友一脸笑嘻嘻的 前男友见过女孩洗澡 之后就患上精神疾病 日日夜夜梦到和他打扑克 本以为得到他就可以好走 可似乎比以往更严重了 他也不确定这个状态 是不是美国医生说的 普通人对异性拥有的自然好感 郑云剑也不确定 毕竟自己没经历过 他按压着疯狂跳动的心脏 难道需要更进一步的爱意 望向百叶窗看了一眼奎英 是时候该承认他对徐奎英的感情吗 奎英正和上司的妹妹唠嗑 听到郑云剑已经出差去了 奎英陷入沉思 他不在自己身边 心情似乎格外的冷静 刚好邮箱收到上司的短信 看着冰冷的几个字 奎英不禁感叹 这是错觉吗 自从跟他表白之后 开始刻意地和我保持距离 反而被他拥抱滚床单的时候 心里更加舒坦 他越想越醒 郑云剑一开始为什么会帮自己 就因为是妹妹的朋友 还是因为是他的下属 想起前男友说的 你以为你知道所有事 真蠢 奎英此时的脑海太混乱 他要赶紧进入工作状态 此时妹妹们询问到 奎英的手机版本是多少 护剑升级后借来测试一用 奎英很大方地借给他 老早申请测试用的手机 一直没有被劈下来 奎英正要下楼买咖啡 看见熟悉的身影 是金熙岩 奎英眼前一黑 他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此时金熙岩来到暗示 为什么来这里见面 转头看到大屏幕播放者 自己唯一的靠山被带走 自己好不容易在泥潭中脱身 本和郑云剑作交换 让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如今自己什么都没了 也不想得到什么 在打开里面办公室的大门 眼前的女人居然是崔明珠社长 郑云剑的母亲 和上司的地下恋情 被他母亲发现了 没想到看起来 对所有事都不感兴趣的郑云剑 第一次对这个女人产生兴趣 崔社长不禁感叹 自己做母亲的失败 此时金熙岩神魂未定 看到奎英出现在面前更加心虚 他不甘心这么努力走到今天 怪奎英将他毁掉 奎英让他清醒一点 没想金熙岩变得如此狼狈不堪 两人一同来到咖啡厅 金熙岩打算将全部事情都坦白 全都是因为郑云剑 徐奎英不懂是什么意思 着急询问 金熙岩喃喃自语要不要说出来 他啃咬着手指头 郑云剑那个人渣说的 好像只要搞定李志赫就能摆平一切一样 现在还是落得如此下场 他握紧奎英的手 试探询问 你确定和李志赫退婚了吧 奎英和他要结婚都是被父亲逼的 这种婚姻随时都会出现问题 他对金熙岩表示感谢 在结婚之前发现问题都是好事 金熙岩竟无言以对 你明明不在乎 还要像受害者一样 奎英一脸无辜 谢谢你 不代表我不是受害者 现在比起他自己的感情试探金熙岩更重要 也是 不管怎么说你我都是受害者 金熙岩讽刺一笑 你也算吗 拥有一切的你 和努力奋斗才得到懂 女孩慢慢发现上次邪恶的真面目 可女孩也不是个傻白天 步步试探着金熙岩 直到他亲口说出实话 刚买咖啡回去办公室 同事正用奎英手机测试着 他意味深长的探口器 奎英的手机似乎有点不对劲 不像是病毒也不是恶性代码 询问奎英平时用手机有没有异常 除了最近发热比较严重 同事发现根源了 居然是黑客入侵 奎英一下子愣住了 望向上死的办公室门牌 顿时汗流加倍了 这也是同事第一次见这种 没法反向追踪 他陷入沉思 看保安那边因为资料泄露 才会这么设置 没有人能做到这么完美 此时奎英大概知道答案了 想起李志赫和金熙岩的话 那个人渣在玩弄里 郑云健说过只要把李志赫拿下 他会搞定一切 奎英终于醒过了 郑云健和自己种种的挑补 每次都能及时地伸出援手 加上现在的事一切都说得通了 此时只有郑组长才有能力破解 等他出差回来问问他 奎英紧不全套 坚决不能 没必要问了 因为就是他本人设置的案 女孩以为遇到这辈子 都可以依赖的人 对他敞开心扉 没想到他居然别有用心 得知一切的奎英连夜搬家离开 回想前几天疯了搬纠缠他 看起来是那么可笑 殊不知上司已经爱上他了 第二天像往常那样上班 同时都看出奎英的憔悴 此时上司出差回来 奎英在人群中一眼看到他 他躲到角落里紧张到咬牙 不一会上司就收到短信 看到内容天斗他了 监视奎英的项目也被删除 奎英让他不要联系自己 窗外雷雨交加 上司满脸的颓肥 眼眉不自觉地流下 徐奎英知道这一切了 看着电脑上的代码 重新设置黑客程序并不难 但他不想这么做 没想到他不费心猜测 如今靠本能也能知道 上司认为是徐奎英抛弃了自己 此时奎英下班回家 一出电梯就看见上司等待着 双眼哭得红肿 奎英愤怒地转身离开 郑云剑用力地拽着 我说了让你等我消息 他拉着奎英进屋里 紧紧地抱在怀里 质问奎英这几天和谁在一起 你不用知道 你终于露出本性了 之前装身是现在装不下去了 怎么不继续派人跟踪 或者黑我手机了 男人听到一件件事被道出 他愣上了 奎英继续质问 你一直在骗我对吗 回答我 郑云剑没有丝毫犹豫就承认了 并交上司承认了自己的所作所为 他紧紧地将奎英摞入怀里 奎英愤怒地打了他一巴掌 两人都哭得眼睛红肿 第一次见郑云剑哭成狗 即使事情发生几天后 是那么怨恨他 现在渐渐地心软还有厚度 郑云剑猛地吻上去 清晨醒来 正要去厨房做饭 郑云剑让他休息一下 因为昨晚烧到四十秒 奎英并不想理会男人 用力地甩开他的手 让郑云剑最好解释一下 在手机安装的那个软件 你的计划什么时候开始的 还让我看到李志鹤和金锡盐滚床单 这些都是在你的计划之内 郑云剑认为 奎英不能和这个人渣结婚 为了让奎英毁婚 安排金锡盐勾引李志鹤 所有事如你所愿了 开心吗 他丢下刚买的药 步步紧逼着奎英 奎英让他别靠近 郑云剑皱了皱眉头 开始是计划着 但现在不是 他早就爱上奎英了 他觉得这是保护喜欢人的方式 奎英一脸不屑 谁会对喜欢的人做这种事 这是你爱人的方式吗 对你来说我只是个玩物 玩弄我的感情有意思吗 我这么无趣 奎英并不是生气 卷入别人的问题 而是因为郑云剑的欺骗和操控 他双手搭在奎英肩膀 试图安慰 他诚恳地和奎英道了歉 称不知道该怎么做 才能让你原谅 应该说点什么 他后退了几步 渐行渐远怎么都抓不住他 他带着哭腔表白着 真的很想抓住你 留住你 我爱你 依然爱着你